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让时光从此磅礴 叶王爷 老凡您快走两会儿 皇上在等着您吧 儿臣拜见父皇 拜见母妃 轩儿不必多礼 这轩儿已经回京数月 这离儿至今咬音讯 皇上也该为轩儿 再选一位妃子了 这云玄的双胞胎妹妹云姬 也已经到了成亲的年纪了 轩儿 朕把它赐给你做测试如何呀 父皇 儿臣有礼儿就够了 实在不愿纳侧妃 还请父皇收回成命 燕坊 您应该知道君无戏眼 父皇 还请您收回成命 儿臣实在不愿纳侧妃 看来轩儿将燕王妃看得很重要啊 冷将军 这冷离已经失踪两年了 朕要给轩儿纳侧妃 你可有意见 一切听从陛下之意 那 就这样定了 贵妃 你去安排一下 臣妾领旨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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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уд お願い ى ..." 给wolf的 月儿 想什么回来啊 月儿 你要记住 从此以后 便没有你我 只有我们 快死了快晚了 快死了快晚了 一眼望去漫漠是你 只一场梦的涟漪似入从雨 快死了快死了 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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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了 快死了 让他们系统 王爷 不好意思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三王爷带人 带人冲进来了 什么 搜 你来做什么 传父王口谕 搜查燕王府 找出你通敌叛国的证据 三王爷 您 您误会了吧 我们家王爷 怎么可能通敌叛国呢 让他搜 不打紧 看一会儿搜到证据 你还是不是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好 这个 王爷 找到了 贺连选 请吧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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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曾严令尽职 你绝不能与敌国有任何的往来 但有违反之恩 将一律处以急刑 你身为燕王 你明知故犯 你竟然背着朕做出如此通敌叛国的事情来 你真是太让这儿失望了 你枉费真对你如此的信任呀 来人 将燕王立刻给我押下去择日问斩 陛下 任何人胆敢求心 将与燕王同罪 还请父皇不要动怒 燕王通敌叛国 还好发现及时 不算太晚 小二 来两个包子 好嘞 你先坐 你听说没有 皇上已经准备今天中午将燕王斩首时中了 听说了 我一进城就看见城门口的告示 上面写的一清二楚的 你说好好的燕王怎么就通敌叛国了呢 还不就为那点事吗 谁不心动啊 别说了别说了 将来归隐山林 你好好好的 你会来过来 不打算 对 我咋不得来 就好好的 你再试试 能不能再答 咋が好 我咋不懂 咋不得来 咋不得来 我咋不得来 因为 那一字 咋不 好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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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看啊 出雁 燕燕王妃 你还活着 不要 不要跟我说废话 说 贺连辰到底是怎么陷害贺连轩的 我 我不知道 嘴还挺硬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知道你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你这容貌 我现在毁了他可好 救命 救命 你一胆敢在这儿出身 我现在就杀了你给贺连轩陪葬 求求你 不要 不要毁有容貌 想要解药可以 陪我去见皇上 还贺连轩一个清白 不要连累到贺连城 可以吗 可以 你只需要说 三王爷是听信了奸人蝉眼 其他的 我自有办法 谢谢 庄中开花温柔 似沉眠 万切柔畅 对错难分辨 相思如歌也也 长香在耳边 记忆如风缠绕心失乱 万语千言谁愿 听得懂感叹 若隐若现爱在愁里面 若隐若现爱在愁里面 若隐若现爱在愁里面